現在就在長洲一家人在茶餐廳吃東西 令我想起以下故事跟你分享一下 真人真事的故事 話說從前有個美國的狀況很出名 給定食店 林肯 阿丁騰 因為他小時候原來是一個報徒在賣報紙 你知道每個人都在賣報紙 是否怎樣能夠賣得多些 大聲叫 怎樣叫法都沒有用 後來他就想一想 想到一個 idea 他就專門去火車站 餐廳那裏 他就在那裏等火車吃東西 那他怎樣做 知道嗎 他就走過去 每人在那裏派一份 每人在那裏派一份就跟他 你看一下 免費看一下 那些人拿著報紙 怎樣看 看到一半的時候 幾分鐘後 他回來就收回報紙 跟他說 怎樣 買不買啊 買的 那就開心 不買的 又很禮貌 說聲多謝 那些人就覺得 看到一半 就給錢買吧 即使不買也好 這麼有禮貌 也不好意思照買 嘩 那他生意就不斷升上去 就賺了第一套金 之後呢 後來他就學懂了 怎樣去創業 那之後慢慢就 啊 一不斷地去創業 雖然有成功 亦都有失敗 那之後呢 成為了美國總統 之後呢 為什麼呢 他後來呢 有一個很出名的名言 可能你都聽過 他說什麼 The best way to defeat an enemy is to make him your friend 他學懂了就是 先令人成為你的朋友 自然呢 你就沒有敵人 其實做生意呢 同樣是一樣的道理 就說呢 給點錢給人家試一下 給點好處 人家不知為何呢 人家覺得少少內疚也好 覺得你不跟他計較呢 自然呢 他就會去光顧你 我自己公司也是一樣 做得商譜基金 我教人家怎樣去投資商譜 教人家怎樣去投資商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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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人家想起 人家投資商譜 也都想起我們公司 去回你那裡 也是一樣 可不可以好像你這份報紙一樣 給人家多點甜頭 派給人家免費先看 給人家試一下你那種的產品 自然呢 給人家光顧你日後來更加用力 希望以上臨許的故事 令你 我 都要有送給頭